字幕提供 這個修法就可以通過 因為不然會製造越來越多的這樣的個案 既然剛剛這邊的代表也說有進去拜訪了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我想現在立法院的多數黨其實也是執政黨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行政部門是真的想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立法院絕對不會學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聽到說我們的執政的這樣一個政府是有這樣的一個決心的話 那我們非常期待就是說這個會其實就是可以進出的通 就是這樣的一個修法可以通過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修法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就是目前已經現有的個案 我們的修法是不可能塑及既往的 那這些既有的個案剛剛聽起來 因為好像聽起來我不知道有錯覺嗎 好像每一個人都告訴我說是有答案有解套的 那我不曉得真的是這樣嗎 就是不知道聽到的都是真的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有沒有可能移民署這邊 可以針對無國籍的這些個案整理出一套 當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到底這些無國籍的人他們可以在公眾選的部分 可以怎麼樣去解決 因為剛剛我們自己所接觸過的一些個案 他說比照所謂的外國人其實是那個白禮的 就是說他是薪水料一定的程度 對啊四五萬以上的吧 那你想想看我們接觸到的那些個案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要怎麼去找到一個四五萬的工作 連我們台灣人可能都找不到了 所以我不曉得人家有一個比照標準 要怎麼去強求這些無國籍的人 所以如果說現在可以比照剛剛你說的那個什麼 難民的那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可能把這些東西都可以統整一下 就是說在兒童的部分 或說在工作權的部分 在健保的部分等等 就是說我想移民署 他應該不是只是一個管理 我想無國籍人他也是移民的一部分 對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們其實遇到的狀況是更嚴苛的 那很多人為什麼會都跑來這些團體 迎接團體去尋求協助 因為政府部門得不到任何的協助 所以如果說今天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解套的話 我不曉得有沒有可能在英語學的網站上 可以很明確的寫出來說 到底他們要怎麼樣去獲得你們的協助 對啊那那個遊城就是什麼 不然每次來這邊然後我們 對啊不然為什麼我們都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辦這樣的會議 如果說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我們今天根本不需要辦這樣的會議 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因為 我們真的遇到很多困難 那很多個人他 只要他被活回 或他被撤銷之後 他就是屬於一個不能工作 甚至沒有健保的狀態 那如果這些問題 今天我們政府部門都說可以解決的話 可不可以請你們很明確的 不管在你的網站上 或是你甚至發我給我們做的 你一場去告訴我們 以後我們可以如何專業的解決 謝謝 婉芝 婉芝 我要回答你 我沒有否定任何一個人 其實今天那些社 那些人把個案轉接給你 他就是看中 你跟他有相同的語言 相同背景 你更能夠站在他的立場 去協助他 因為他們一會 這些轉接給你的人 其實他也有 他也許不一定有時間 不一定沒有上 你有耐心 或者他能夠把你的角色是有限的 所以他知道要把個案轉接給你 因為個案從你身上 可以得到更大的能量 得到更大的支持 所以不一定是問題的解決 而是情緒的支持 這就是很關鍵的 所以其實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講那個 關愛之家的部分 其實我 我也不是在固定他的那個 社會 因為我覺得說 他們的社工人員 他如果能夠了解到 這些資源的理解的話 就可能不會 今天我們不會 這個問題 就 會停留在 就是這個問題 接下來是怎麼去進入 會確保 連續假期 大樓安全 同仁於下班時 請確實 將門穿光好 不必要資金給完畢 桌上公文及公務資料搜索 其實這瓶號 我要跟你講 我也要老實的說 其實我衛福部做的其實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今年的 6月25號 就是對於這些 在台出身 沒有戶籍的這些 非有國際的 而同上流的這些 特殊個案 會確保 你請假設的 安全 同仁於下班時 請確實 對於這個部分的知識 其實也是缺的 我們也是需要一起共同成長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訓練的部分 我們也在加強 所以說 如果並完全沒有要 封定掉 關愛之家的同仁 我覺得就是要 我們可以互相的一個協助 其實今天就是一個開始 所以真的不要 我覺得有時候 人家的箭放過來 不一定是要射你 可是不需要自己說 你們好像在傷害我 我想這部分 天土密可能不是很清楚 這個有關社工 來處理相關 這個新移民案子的一個狀況 那麼因為在座 宜盟的相關團體 大家都在處理 有關新移民的一些處境 所以 這些大部分都不是社工 但是 很多外配中心 把已經關案的 已經結束的案子 就把它移轉到 我們這些團體裡頭 來做 不是說我們在心靈上 能支持他 不是說我們可以安慰他 而是我們能替他解決問題 這外配中心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解決問題 所以 所謂的這個資源的整合 或是有更多的資源 怎麼樣去運用 這些社工員呢 就是說我們這些NGO 就是資源 讓他們不會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讓我們來處理 我想 天土密要認清就是說 我們今天為什麼提出這樣的反彈 是因為我們處理的那些外面 事情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已經關案的 而這些姐妹仍然哭哭啼啼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包括要出庭都沒有辦法陪同 他說你要自立 你要自強 你要努力起來 你不能依賴 所以我覺得不用回應 我講了問題這樣 應該就很清楚了 謝謝 回應我呢 其實我們要講的不是說 心靈上的陪伴或者什麼 我們只是想要你可以回去找解決的方法 就是你們可以研你 可以找解決的方法 其實我們都知道社工他有他的困難 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那麼高 沒有像主密沒有像你們那麼高 他沒有辦法解決說 有一些跟法律政策上有關係的事情 他只能跟著社工該做的流程去做 然後做得很辛苦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我們要你們知道的是 問題要怎麼解決 要怎麼讓這個問題變成大家就可以受用 而不是每一個都來找社工都來找民間團體 其實這樣子我們就變成 永遠不是以後不是每年開一次這樣的會議 可能每年開三次 然後都沒有效果 然後個案越來越多 真的我們覺得個案現在是越來越多 法沒有修過個案非常的多 問題狀況都一樣 但是個案越來越多 然後新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一起就是合作 然後去解決問題 就像剛剛袁豪老師說的 我們是要解決問題 對這些 你就順著好多好數 因為就是剛剛看到一些行政上的問題 對因為其實時間也有問題 分譯是吧 當然可以理法有關的部分 其實今天也提了大家很多的意見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修的部分 我們絕對願意去努力 而且我也很認同老師剛剛所說的 不要再製造股菜也出了更多的人 和其人口 而且要以解決問題的心態 達成一個共識 這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為什麼會去做修法的動作 其實就是在解決這些人的困境 不要讓他再造成其他的困境 但是有的時候修法 也需要他修法的一些背景 然後滿次剛剛說 有很多個個案都一直一直跑出來 我們希望說你你們這邊作為一個窗口 再歸納一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照應的天養 因為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脫太女專案的時候 會提到修法也是因為 找了一個窗口 然後把他們的問題做了一些分析 那發現說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協助 所以才把那個法修進去了 那因此就是滿次理現在又生負重任 如果跟我們一起合作的話呢 就希望說我們嘲釀的一個模式來做 以前的窗口也沒有拿我們的錢 以前的窗口也沒有拿我們的錢 我只是說我們站在同一個身心上 是一個合作的夥伴 對 因為你們可以把你們照樣的事情告訴我們 讓我們來做一個解決的方向的一個探討 這樣子 那這樣子就可以減少這個烏國節的狀態 那事實上我也認為說 整個的政府的能項營系是一定需要的 我都可以認同 而且我也 我們今年拍了一個廣告片 只有30秒的兩個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把新主人的心力量展現出來 因為你們在這邊這麼多 你們其實都看得到你們這些努力的成果 那我也很不希望說媒體的一些負面的報導 就把我們姐妹們的一些力量把它剝削掉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我們的力量一直展現出來 因此看到你們可以為自己的權益在爭取 其實我心裡是很高興的 但是呢就我的工作來講是蠻挑戰的 因為把你們培育的越好 其實我們的好生意越高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可以一直成長 那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們會認為說這個是找麻煩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直互補 因為我們可能在我的工作理論上 看不到所有的問題 但是經由這樣子一個小程座 才能力知道說 確實還有一些困難的存在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一起來 那另外呢 我也覺得我們正式的一些宣導做事情是不太夠的 所以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的法律 不是很熟悉 那所以我們會利用各種機會 其實我也到校園去做這個宣導 讓同學能夠知道說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 我認為育團很重要 宣導很重要 大家一起來 如果在座的這個團體呢 需要我們提出呢 再去跟各位多做一點的說明的話呢 我很願意呢 叫我的同仁們都出去外面 來跟大家多做一點溝通 而且從跟你們的接觸裡面 他們也會了解到問題到底在什麼地方 然後帶回來再做親自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是我工作一向的原則 就是這樣子啦 那今天我們談到很多個案的問題的話呢 我也先跟各位反應 如果有問題呢 先找當地的服務站 找服務站的對台人員 物品質不好 請你投訴到贊助分區 贊助任也一定會幫你做出 贊助任不處理 你就打給他對我的 然後就是說 欸明天喔 沒有啦 你就打一個251 打238893932500 然後分級喔 那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個跨越結合的 其實是需要的 那其實還有很多故事 我也很想跟各位分享在身邊都有寫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跟各位做一些其他的影響 剛才有提到說 針對那個這些個案裡面 如果說他的確 如果我們剛才已經提到說 五戶級的這些國民 五戶級的人民 他如果現在比照 外國人在台工作的話 原則上當然是只能從事 就是所謂的專業白領的工作 但是也有 我們也會針對一些個案 如果說他真的有需要 因為現在原則南領的外勞 南領外勞就所謂的 幫忙看護 還有一些廠工 照工 餘工機構 的康工等等的 那他們的薪資標準 就比較低一點 但是就是說 原則他有一個原則 他是目前是境外募用 就是一律從國外進 但是我們也有針對一些個案的人 針對一些無國籍人士 我們有專案許可 他境內有符合南領資格的僱主 他們來盡用他們 他們來引進他們 就是說聘付他們 從事相關的廠工 或者是看護的工作 所以說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專案跟我們申請 那再來剛才提到就是說 那個 現在移民署跟內政部 護政司這邊都有把 就是減送相關無國籍人士的 那個資料給我們 請我們說 看能不能做一個通案的標準 就是說 犯案他們就直接 比照五十一條的規定 申請工作證 然後在台工作 那後續我們 就是可能 就近幾天我們回覆 這個內政部還有移民署 然後如果是說 有一個通案的標準 就是只要他是一個 無國籍的人士目前獲准 就是在台居遊 那他必須就是說 經濟上必須要自主 有工作的必要化 那就跟我們 勞動部這邊 來專案申請 那個五十一條的工作證 那他就可以直接在台工作 那如果這個 這個我們又會請 如果說我們回覆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請 移民署跟內政部這邊 轉資他們 一旦有核發這樣的 居留需可受 就轉資他們可以 一併向我們勞動部這邊 來申請工作證 那再來我們回覆之前 如果說 宇慧的相關單位 有個案需要申請的 也可以 發安來給我們 勞動部這邊 提出工作證的申請 那再來提到 剛才前面有 第二個個案 說有一位 月籍的小雪 他因為來 他本來是來台從事 跟籃領的工作 那他因為 因為跟雇主 好像有一些 契約上的糾紛 他就不告而別 這種情況 那其實 他的情況 如果是針對 我們現行針對 現行就業服務法 五十三條 他就規定 藍領的外勞 他原則上 他不可以 自由轉換負主 除非是說 現行法令規定 對 所以現在正在延藥 一百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提到 因為我們的外勞政策 他現在都是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就是透過勞方 團體資方 團體固 還有學者專家 還有政府機關的代表 組成一個 政策小組的一個會議 那個所有的重大外勞政策 都必須在那裡得到共識 我們才去推動 那一百年的時候 有提出來 說需要讓他們可以去 自由轉換負主 然後 然後雇主的名額 我們也不給他 因為原則上補主 藍領外勞目前才配額制 因為這是外勞政策 是一個補充性原則 才配額制 所以說 原則上 如果他的外勞轉數 因為他的名額會喪失 因為為了控制國內 整個外勞人 外籍勞工人數的管控 但是我們在一百年也有提出來 希望說讓他們 外勞可以自由轉換 然後雇主的名額可以保留 可是因為在會上 沒有得到一個控制 然後後續我們會 其實現在外勞的轉換 其實只要是 可規則 雇主的情況下 原則上 我們都會讓外勞轉換 像他那個情況 雇主如果是 會依照法令或契約 給付他工資 甚至要求他超時加班 那他都可以要求 要轉換雇主 這個我們都會 同意他去轉換雇主 那他 當然他選擇的一個方式 就是不告率 這樣其實對他 他反而上司的合法 再來工作的一個資格 所以 後續 我們現在也在推 就是說 原則上 如果只要他們雙方合一 要去轉換 就是現在正對家庭內的外勞 就是 限行規定 大概都知道 就是 後續 對後續我們會說 我們會推動 就是說讓他們可以雙方合一 就是原則上 現在是因為 戶主可規則外勞 才可以轉換 這樣是現行法律規定 我們現在也會推動修法 就是說 在雙方都不可規則 互不適應的情況下 只要他們合一去轉換 我們保留雇主的名額 這樣其實雇主就會 其實雇主也希望 跟外勞 儲不好的 或是不適應的外勞 過去轉換 他往往是考慮到他的名額 所以他希望送他為國 所以後續我們會透過 在如果還沒有辦法達到 完全百分之百自由轉換前 我們希望透過勸他們合一 合一去完成轉換 那這樣子也可以保障 一方面保障雇主的 他補充勞動力的一個 那個情況下 也讓外勞可以去轉換雇主 那我們就這樣說 我回應一下 勞動部這個吧 就是會讓我忍住講 因為我以前也曾經是你們 外勞小朋友委員 那我很清楚裡面 就是工商團體 跟本郎團體的代表 然後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 移工團體的代表 那確實那個外勞銘額是 額度是在那邊去框 可是你要框的時候其實 你框這個總 因為工商團體一直在裡面要求 我這個行業這個產業都要增加外勞銘額 然後最後所謂的集體決議就讓他通過了 那勞動部好像就不用背這個政策決策的責任 那這是有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又資訊可以下 那 呃 所以你們要做外勞 這個額度的這個管控 所謂的總額管控 但是你們其實 呃 又沒有辦法壓抑這個雇主很想要增加外勞銘額的這樣一個 你本身機制設計就有問題 那 呃 在裡面呢 本郎團體也不會去 其實有沒有 這個 這個總額管控看起來 所謂的管控 根本也 也無助於本郎的就業機會 不是嗎 就是外勞銘額一直在增加 那 那 你對 你要嘛就是真的 你真的有在管控中了 要嘛 已經進來的外勞 你要如何保障他的勞動權益 你們是一個勞動部 本郎外勞你們都要保障 對不對 那你其實做的事情 目前看起來也無助於本郎 那有 有害於外勞 所以就是 呃 我覺得自由轉換部主這件事情 是一個勞工最基本最基本的一個 他可以 還可以做一些抗衡的這樣一個很小的選擇權 這個 就是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真的 白管你們考慮 那 其他的這個 就是 國際法選 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討論 那就麻煩林科長 可以再回應一下 嗯 有關於不久的部分 那 目前呢 我們的 對岸主席 先 沒有 一個全面開放 目前證明是這樣 那 但是我剛剛之前有報告過了 那 反正要實際什麼 那 月裡面的話 到另外一個大家都可以討論 這個也不是講說 我們行政機關怎麼樣 行政機關一下有法律 那你現在的對勢都不滿意 那 我只能夠就政策這樣子來說明 反正到時候 因為那在地球條 現在 到第三條就卡住了 根本沒有辦法往下走 放行政機關我能夠說什麼 對 我們就只能夠 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 這樣子來做 那 我們是 一直有心要做這個事情 確實也是 也跟移民法一樣 這個會議 我們都列為優先法案 部裡面沒有提起優先法案 那只是希望說 這個 比如說譬如像 這兩天 預算 如果今天預算再不省他 下禮拜14必4千 應婚還挺大 那我們絕對不希望說 在一個沒有經過超速 沒有一個充分討論 跟委員互相溝通 比較完美的時候 那等一下就把法案炒 就把他 說話又沒有去搞 這樣的話 將來在 在私詢的時候 又刺逼又會遇到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 任政部確實 絕對是有誠意 後來的話 絕對不會提供這個法案 我們也去辦法案 只是說到法案 如果能夠按照法制程序 在大家一起再來討論的時候 那 我們那個 因為想聽我們說的的話 我們會在立法院裡面施錄 那 剛剛他所提 剛剛他所先出貨 先跟各位報告 說 規劃的程序的部分 那 我們也是希望講說 那就先規劃 然後 後來再提相關的商事 過去證明 那 如果有意見的話 可以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在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委員 他有不一樣的意見 他說的話 我沒有要講問題 因為我剛剛聽了 從一點半聽到現在 我有一點點感想 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很感謝四位長官 還有主任 還有四位民間組織 還有老師這邊 都撲控今天來這邊 但是我前幾天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說我剛剛看的 我們大家都這麼努力 想要打造 我們華人世界的最後一個方舟 因為我們這個方舟 是絕對不可以沉掉的 那我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說 大家有聽過美國人要移民嗎 沒有 那麼多人要移民來我們台灣 那我們台灣 不就是一個華人世界的 最後一個方舟 就只是這樣子的 謝謝 林科長聽到你 強調這個 國際法事優先法案 我也很高興 因為其實我們辦公室 別人落落戶真是好些次了 後來你們 都說司長沒空來跟我們討論這樣 然後 包括休會期間 我們約你們也說沒空 那 這個事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司長抱歉 可是裡面最小一個人 對啊 對啊 那那個 30秒 第一個 有關第9條的部分 那麼現在要衝動國際很困難 所以是不是針對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有些國家不能放進國際的這個部分 也要放進考慮裡頭 就是說比如說節目賽 那你沒有辦法拿到 你即便先給他身分證 但你說你們一年之後要拿到 他拿不到怎麼辦 所以這個部分請做考量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我要說移民署 移民署的部分呢 當然 但是就是說 李組長是大家覺得 他做事真的是非常的很不錯 謝理工之前在的時候 也很多個案他都願意處理 但是有部分 我覺得一直沒有辦法了解 就是說 比如說道路配偶 去做這個延期的時候 假如他上面有延審 什麼叫要延審呢 就是說你被先生報行方不明 太多次的話 那麼就要延審 延審的時候 你去報延審 這個你要 這個居留證要延期的時候 他就把你的居留證直接沒收 直接沒收 好幾個案子都是這樣子 那麼假如這樣的狀況 他變成一個沒有政見的人 沒有政見的人 他要怎麼處理 那經過這個 OK好 這個部分我想交通移民署交換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 好 剛剛只是要強調就是說 國際法 我們也很希望他是有限法案 那就是我們會在 就是跟內政部這邊再來討論 那 移民法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移民署這邊再討論 那 等我們找草案正式提出來 那我想就是民間版這邊快要形成了 那其實剛剛談到的很多問題 也就是我們希望改革的地方 那 衛福部這邊 跟移民署這邊有關外配的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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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的 福利的一些服務的一些措施 希望你們兩個單位可以好好的配合這樣 那 讓各地的這個 移民服務站的外配中心 跟一些家庭服務中心 是可以做連 家暴中心等等 是可以做連結的 那 那 這個部分都希望就是說 可以回到那個 移民政策綱領去做 檢討修正這樣 那 那勞動部這邊 就是 希望就是 呃 就是 呃 移工的 呃 前面 前端 像我們剛剛討論到的自由轉換部署那個部分 沒有辦法做到 那導致於 外勞必須逃跑 所謂的逃跑成為無聖間勞 勞工 然後 後面就會衍生很多事情 那 變成是 那個 就是後端 體秘署跟 衛福部這邊要處理這樣 對 所以就是其實有時候就是 大家各單位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 前端要如何不要再製造 會有侵犯人權的問題 好 那政策上的 限制是不是很多是已經過時的 沒有必要的 那就是拜託 或者這個 內政部跟勞動部思考一下 好 那在 就業服務法 呃 這個國際法這個部分 有些限制是 已經可以去 呃 隨著時代來做一些修正 那 我問一下聯合長就是說 呃 就是說 除了修法 因為我覺得 比較聽到聯合長都在講修法 那到底你限期的既有個案 尤其是譬如說像 被你們撤銷邏輯的這樣的個案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思考過 重新的去 檢視一下 你們這樣的一個檢驗措施 是不是真的是恰當的 對啊 因為這樣子 的確是 製造蠻多問題的 呃 依依妳講得很清楚 因為剛剛那個 廖元豪老師也講了 就是其實你們是有裁量空間的 然後甚至有些個案是被 呃 護身單位主動撤銷 就是 好像要主持什麼公道式的這樣 那所以就是 請林科長這邊 回應一下 那對於假結婚的部分 好 那 目前我們手上的 就是有一些都是有假結婚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關於 那個第三條的規定 就是剛剛在五萬街基督的這一塊 所以說 前一段的時候 我也有報告過 那這一部分 我們打算就朝為罪的方式 這部分就比較棒棒的來處理 那如果法案 在六法案大家能夠取決一次的共識 那讓這些人將來再有 可以使用新法的機會 謝謝 謝謝